2023年国际拼联新加坡大满贯赛继续进行 国平在正赛第五个比赛日表现有喜有忧 在九场外战中取得了七胜二负的战绩 而在一场国平内战中 世界冠军林高远 3比2将同为世界冠军的梁静坤淘汰出局 这个比赛日最大冷门 当属世界冠军陈庆彤在与华裔名将韩银的比赛中先赢后输 总比分1比3不敌对手 加上上一轮比赛 世界第三王一笛和世界第二陈梦被淘汰 国平已经有梁静坤 陈梦 王一笛 陈庆彤四位世界冠军被淘汰出局 这个比赛日除了国平世界冠军陈庆彤在第三轮比赛被淘汰出局之外 国平奥运会冠军组合樊振东王曼玉在半决赛中不敌日本名将张本芝和早田希娜 吴远与王楚清孙颖沙会是决赛 日本华裔名将张本芝和在本次比赛中已经两次突破中国选手了 女单方面 国平选手表现出色 在上一轮由三位名将被淘汰出局的情况下 张瑞和前天一两位非种子选手在第三轮比赛中顶住压力击败强敌 其中一腾美城模仿者张瑞三比二艰难击败上一轮淘汰了王一笛的日本世界冠军屏也没遇 强势晋级八强 而前天一延续火热手感 他在大比分零比二落后的情况下 联赢三局淘汰法国名将袁嘉南 下半区四个八强席位国平占据两个 令人大跌眼睛的世纪世界冠军王一笛陈梦先后出局后 国平世界冠军陈兴桐也不起后辰 他一比三暴冷不敌他赢 惨遭淘汰五五元八强 女单下半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归属波尔卡诺娃 他直落三局淘汰上一轮暴冷击败陈梦德萨玛拉 南单方面 国平主力球员表现出色 头号种子樊振东渐入佳境 他直落三局横扫韩国名将林仲勋 而世界冠军王楚清同样直落三局以三比零横扫东道逐选手郭勇 强势晋级八强 林高远与梁敬坤展开内战 这一次林高远完成救赎 他苦战五局后以三比二淘汰队友梁敬坤 梁敬坤也成为本次比赛国平第四位被淘汰出局的世界冠军 南单上半区最后一个八强席位归属瑞兰小将莫雷高德 他在与日本全国冠军户上准服的比赛中先输后赢 总比分三比二淘汰对手 将与国平头号种子樊振东争夺四强席位 总体来说国平男单主力球员在本次比赛中的表现要好于女单主力球员 双打方面 国平男女双打种子选手纷纷迎来首秀 女双头号种子孙颖沙王曼玉3比0大胜中国台北与中国香港组合陈思雨李浩琴 强势晋级八强 南双比赛樊振东王楚勤3比1击败东道逐选手郭勇冯耀恩 强势晋级八强混双比赛起游参半 头号种子王楚勤孙颖沙3比1淘汰 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陈思雨 而另外一队组合樊振东王曼玉输给了日本组合张本志和早田吸纳后服务员决赛 日本名将张本志合计男单首轮比赛战胜中国选手相鹏之后 再次在混双比赛中突破中国选手 期待混双决赛国平头号种子王楚勤孙颖沙能够阻挡张本志和前进脚步 外协会方面 南平视频赛卫冕冠军法尔克梅卡尔松意外暴冷输球 首轮面对中国台北组合林云如庄志渊 瑞典世界冠军组合法尔克梅卡尔松不可思议连输三局总比分0-3暴冷出局 世界排名第一的宇田信石每户上准复险些暴冷被淘汰 面对法国勒布伦两兄弟 日本组合宇田信石每户上准复在大比分领先时被对手托入决胜局较量 好在第五局比赛日本组合发挥神勇 最终11-5胜出 总比分3-2艰难击败对手 强势晋级男双八强